在超級星期天裡面 把艾莎還有坐在現場的Sunday Girl 一起帶到台灣來 那時候認識艾莎 她們Sunday Girl 一起在台灣 要忍受沒有親人 在這裡很孤單 而且在這一路上 完全不懂中文 一點一滴的學習 那時候我記得艾莎每天都告訴自己說 她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加油 那時候最常聽到艾莎講的 就是會跟自己說 那也因為她自己的樂觀善良 以及她的才華還有她的毅力 讓她在台灣找到音樂的夢想 也找到很多演藝圈 愛她 支持她的長輩以及朋友 最重要的是今天 她也找到她一生的幸福 地球上有七十幾億人口 可是你們卻選擇了彼此 那就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緣分 未來你們一定要珍惜這個緣分 彼此包容 彼此信任 彼此尊重 彼此相愛 能不能夠 祝福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很感谢这一对新人带给了我这一份很特别的感动 让我知道养女儿是什么样的心情 艾莎的努力呢我们都看到一点一滴 所以我们在做节目说左哥啊伟中哥啊柴姐啊 还有其他我不知道哪些人没看到 对这个女生啊就是特别照顾她 那所以说那个艾莎的人员啊也非常的好 最主要是她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表现 那后来后期有一段时间组了一个叫大嘴巴 大家都知道她的发展跟过程那么努力 她所得到的成果在台湾的演艺圈呢 再怎么样奋斗都比不上今天晚上 我们看到她的努力的成果原来在这边 真的是非常帅的一个男生 所以有时候礼拜三啊或礼拜四啊 我们自己私底下都会骑 然后我们起车然后去吃早餐啊 或是吃晚餐什么的 那我想说礼拜五的时候刚好可以带给豆腐 还有一些朋友们一起骑 好 那我们骑了两三次呢 我觉得艾莎好像还蛮喜欢骑单车的 所以我就没有太担心她 然后知道有一次 我记得很清楚 在一个礼拜二的晚上 我传给艾莎 我问她说艾莎 今天晚上要骑单车吗 结果艾莎 传给我的一个照片 我已经在骑啦 因为艾莎是一个很爱笑的女孩 然后呢从她的手中接过捧花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然后也很开心 呃 谢谢你的捧花 我在身边有我自己喜欢的人很照顾我 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全部都是奇迹 不是没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遇到你 还有在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来 祝福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